我妈当人情妇又自命清高 拒绝原配给我的抚养费 生活拮据时比我退学打工 我无奈求助生父 被她发现后 她歇斯底里地指责我 你是私生女 活着就是原罪 凭什么去抢夺属于婚生子的一切 所以当和我宋明悠一起被绑架 她果断选择放弃我 正义里难道 就算是你为自己赎罪了 后来我变成植物人 宋明悠在我床边喊她妈 我才知晓 宋明悠才是那个私生女 我们出生时被调换 前排提醒 本文为平行世界所创作的 重生复仇逆袭大女主文 点赞寄存大脑 宝子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再睁眼 我重回向生父求助被她发现那天 宋又宁 当初我分文不要带你搬走 就是为了不再打扰他们一家三口 你怎么有脸贪手去问宋先生要钱的 我刚睁开眼 就听见了蒋文痛心失望的斥责 望着眼前她近在咫尺的争银面容 我内心狂喜上涌 我竟然重生了 重生回了向生父宋景明要学费 被蒋文发现这一天 前世 她也是这样细思底里地指责我 最后以死相逼勒令我把钱还回去 我无奈听从 事后 她哭着向我道歉 幼宁 你别怪妈妈狠心 当年我和宋先生上床 非我本意 不要宋家的一毫一礼 也只是不想让他们看清我们 我信了她的话 可后来当我和宋明忧一起被绑架 被迫二选一时 她却主动向宋家提出放弃我 就当她为自己赎罪了 听到这话的我震怂不已 难以置信她身为母亲 竟然能放弃身为她亲生女儿的我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吗 直到后来我变成植物人 宋明忧在我床前扑进她怀里 嗓音轻亮地喊了她一声妈 雨带庆幸荡 我们终于除掉了宋又宁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身份被揭穿了 我这才知晓 宋明忧才是那个私生女 她主动放弃救我 并非为了什么赎罪 而是为了替宋明忧铲除障碍 经文真相的我怒比山高 恨比海参 恨不得将这对歹毒的母女碎尸万段 奈何我变成了植物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为所欲为 用阴谋诡计害死了明女士 换来她们一家三口的团圆 幸而苍天有眼 我重生了 这一次 我要这对狗母女血债喜欢 眼下 蒋文仍在咄咄逼人 她眼神一利 说出了那句我前世今生都最痛恨的话 宋又宁 你是私生女 活着就是原罪 凭什么去抢夺属于婚生子的一切 我猛地发作 拽着她的胳膊冲向窗边 既然这样 我们一起去死好了 那一刻 我怒发冲冠 是真抱了必死的决心 想要和蒋文同归于尽 可她却怕了 尖叫着把我推坐在地 落荒而逃 等她走后 我才逐渐从圣怒中平静下来 捡起一旁摔碎的手机 拨通了烙印在脑海里的号码 电话接通的那瞬 积压在心底的委屈和思念排山倒海担压来 致使我喘不过气来 开口时嗓音已是阴雅 妈 又宁 听见我叫她吗 明女士有些惊讶 语气迟疑的向我确认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她的声音依旧温柔 哪怕我现在的身份还是私生女 她丈夫出轨的产物 婚姻不忠的证据 她向来如此 宽以待人 温和体面 可就是这样好的一个明女士 却被她全心全意对待的女儿宋明忧 联合自己的生母给她下了慢性毒药 等察觉时 早已回天乏术 可怜她临死前还在为宋明忧筹谋 她自己死后宋明忧被豺狼虎豹盯上 守不住明家的万贯家财 她至死都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 我猴头哽咽 断断续续将这些事如数说出 明女士是一个严谨的人 当天便乘坐私人飞机来了联导 落地就带我去医院做了亲子鉴定 拿到检测报告后 明女士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当看到检测结果时 她素来古井无波的美眸微微一闪 捏着报告的手指用力到骨节发白 轻轻颤抖着 不知是愤怒还是震惊 我眼睫低垂 不安地抠着手心 拍着单薄的一纸鉴定结果 终究还是抵不过她和宋明忧十数年的母女感情 等待的过程煎熬且漫长 就在我的心快要沉底时 我猝不及防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紧接着 头顶传来明女士饱含歉意的颤音 幼宁 是妈妈不好 把你弄丢了这么多年 那一刻 我心底所有的彷徨都消失无踪 只剩下满腔的委屈 妈 她紧紧地搂着我 坚定起誓 你你放心 你这十八年去世的东西 我都会为你一点一点讨回来 并让前世所有伤害过你的人 都得到应有的报应 虽是刚刚相认 但我和明女士之间却没有一点生疏 我们亲密相拥 躺在一张床上 晚上 像是要将过去十八年去世的时光 全部补偿回来一般 一买很快就在我们的嬉闹中散去 就在这时 轻松温情的氛围被突兀的来电铃声打断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闪烁的宝贝女儿四个字 眸色冷了冷 明女士实指竖起 无声地朝我虚了下 如常接起变化 听筒那边立即传来宋明忧 打声打气的撒娇声 妈妈 你今天晚上怎么又回家呀 我好想你 世人皆知 宋家小公主宋明忧是宋市集团董事长 和明氏财团掌权人的掌上明珠 即使夫妻俩相敬如宾 也会尽量每天抽出时间回家 只为给宝贝女儿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但今晚 她罕见的没有回去 引起了宋明忧的不安和警觉 工作上有点事 出了个紧急拆 明女士轻声解释 语调温柔 含了几分轻哄之意 面上却一派冷然 那好吧 得知是忙工作上的事 宋明忧心安了 娇娇提醒 那妈妈你要注意休息 回来时也别忘了给我带礼物哦 放心 我准备的这份惊喜你绝对喜欢 明女士红唇边勾起一抹冷笑 掐断了电话 一日一早 我和明女士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 回了僵室 抵达明家时 是上午十点 我抬头屏望不远处的庄园 巍娥 雄伟 占据了整座山头 欧式的古堡建筑 处处都透露着神秘雍容 宁宁 这是你的家 可前世我就不曾踏足过这里一次 因为里头藏了一个冒牌货 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但没关系 今天 我回来了 随着兵力驶入 庄园内的大门一扇一扇地打开 宋明欧很快也得知了 明女士回来的消息 她抱着洋娃娃 欣喜地迎了出来 妈妈 她是谁 却在看到我石墨地停下 警惕询问 明女士回头温柔地丑陋一眼 眉眸中盛满了慈爱之色 她道 这就是妈妈给你准备的惊喜啊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姐妹吗 现在我给你带回来了 不开心 我适时从明女士身后走出来 腼腆地看着宋明欧 自爆家门 你好 明欧 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妹 我妈妈叫蒋文 听见蒋文的名字 宋明欧眼底闪过一丝惊惧 随即反应激烈地吼了起来 她妈就是那个 破坏你和爸爸婚姻的第三者 你怎么还能大度地 把私生女带回家 她以为她 只要像以前那样闹上一闹 就可以让明女士妥协 把我送走 可这次明女士却没有将就她 脸了笑 语气冷漠地呵斥 宋明欧 谁教你这样大吵大闹的 一点规矩都没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市井泼妇生的 最后一句话 成功让宋明欧晋升 心目中的最好 最怕别人说上一句 你和你妈怎么不像呢 然而这次 说出这种话的 却是明女士 她慌了 手足无措地捏着裙摆 妈妈 明女士不理她 吩咐管家 把三楼收拾出来 公大小结居住 管家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眼去眼底的诧异 恭敬地答 是 我不同意 管家正要照办 宋明欧反对的声音 从后面传了过来 她愿毒地瞪着我道 妈妈 即便你有容忍的哑量 但 她一个卑贱的私生女 不配享受如此好的待遇 三楼是采光和事业最好的 宋明欧想住 但不知为何明女士一直没同意 但今天我一来 就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岂能叫她不破防呢 明女士转身 面上表情不显 含笑反问 女士这么认为的 宋明欧对明女士的引怒无知无觉 上前拉住她的手臂摇晃 撒娇到妈妈 我也只是为了你着想吗 你总是本着宽以待人 言语律己的原则处事 但我不想你为此受委屈 宋明欧仰起头 故作天真烂漫地眨了眨眼 面上一派真诚 换作以前 明女士早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这次 却没唤起她半点慈母之心 明女士低眸 抬起宋明欧的脸 抬起宋明欧的脸 妈撒着她与自己不太相似的脸部轮廓 轻柔笑着 道 我很高兴你能设身处地为我着想 不过我要真像你说的那样 早就被商场上的那些老狐狸 啃得扎都不胜了 话落 明女士不管她做何感想 牵着我的手静止上楼 擦架过的那刻 我瞥见她眼底的嫉恨 不由勾唇 朝她挑衅一笑 我庆幸明女士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不会像真假千金文里那些裹小脑的母亲 只因放不下和假千金十数年的感情 便可以委屈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这个家里 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只要得到了她的支持 我就可以站稳脚跟 我的到来 给宋明欧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 她不会坐以待毙 第二天 这安静的庄园里就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 蒋文 要抓住我 又宁 是 我停在最后一几台阶上 不着痕迹地躲开她的手 语气很冷淡 你怎么来了 明女士已经托人解决我的户口问题 除了当初一起生活过的经历外 我和蒋文再无瓜葛 我也不用担心受制于她了 蒋文显然不知 顺着我的话借题发挥 愤怒道 你还好意思说 那天妈妈不就是骂了你两句吗 你至于离家出走吗 要不是明佑小姐懂事 告诉我你的下落 我差点就报警了 骂到一半 她忽然看到我身上穿着的 价值不菲的真似睡衣 双眼用力一瞪 结问 宋又宁 我不是和你说过很多遍了吗 你私生女的身份 注定是耻辱 只能活在阴沟里的老鼠 怎么还赶着脸住到宋家来 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告诉众人 我厚颜无耻 哄骗名女士到带回了家 居心不良 果然 在客厅内干活的佣人们 看我的目光全都变了 或多或少都染上了鄙夷 宋明佑很满意这样的局面 马后炮一般出来缓和气氛 阿姨 又宁的虚荣心是重了些 不过你也不能这样说她 容易伤到她的自尊心 说着 主动倒了一杯水递给她 仅是一杯水 便让蒋文感动得一塌糊涂 由衷夸奖道 不愧是宋太太交出来的女儿 落落大方 不像宋又宁小家子气的 话落 就要去接那杯水 既然蒋女士那么喜欢宋明佑 那干脆我将她送给你当女儿算了 明女士双寒血冷的话 冷不防被插了进来 她站在四楼走廊上 居高临下的俯瞰底下这一幕 蒋文伸出去的手一僵 下意识仰头看向声音来源 可明女士的目光 只是轻飘飘地从她身上掠过 落到宋明佑身上 轻扯红唇 鸡翘道 还有你 昨天不还说蒋文是破坏我婚姻的小三吗 怎么今天就迫不及待地向她献殷勤 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两面三刀 不知道的还以为蒋文才是女妈呢 最后一句话 明女士用调侃的语气说出口 却像一记重锤 敲打在所有心怀鬼胎的人心上 尤其是宋明佑 罕见得失了态 喷一声 水杯从她手里滑落 溅起的水打湿了她的裙摆 她正正地喃喃出声 妈妈 气氛陡然沉寂下去 这屋子里面的人 个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出 蒋文率先回神 张口就要否认 宋太太 嗯 在明家 请叫我明女士 明女士不愿地开口打断 蒋文托有些难堪的钻紧手掌 明女士不在乎的称位 却是她求之不得的 她强逼着自己改口 明女士 您误会了 明佑小姐身份尊贵 不是我能高攀的 那也要看是谁生的女儿 明女士意味不明地哼笑一声 开始感人明家不欢迎外人 蒋女士 请吧 明女士主客令一出 立即有保镖上前 一左一右地立在蒋文身边 伸手做出了请的姿势 即使有再多不甘再多不愿 蒋文也只能像犯人一般被押出别墅 否则会被强制去除 届时 场面更加难堪 蒋文走后 冷烈的目光便扫向宋明佑 问 那么喜欢蒋文 刚才怎么不跟着她走呢 宋明佑神色一变 眸中蓄泪 猛地上前拉住明女士的胳膊 哀求 妈 我和那个小三没关系的 您别赶我走 有用时叫阿姨 没用时叫小三 真是讽刺的可以 明女士冷眼看着她 在她淒积的目光逐渐暗淡时 又大发慈悲赏了她一颗甜枣 我怎么会赶走你呢 马上就到你的生日了 我可是要在你成人礼上 送你一份大礼的 明女士一边扒掉她的手 一边说 宋明佑破涕微笑 我就知道 妈妈最爱我了 从这天起 明女士对宋明佑的态度 微服如初 待我冷淡 宋明佑优越发挥了 她两面派的精湛演技 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扬扬自得道 宋又宁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 蒙骗了妈妈 但妈妈终究只是我的妈妈 谁 在明女士面前 又变得乖巧可爱 整天缠着她腻歪 一刻都不能分离 而当我生父宋锦明道林 一家三口坐在餐桌上用餐 我只能像个看客一般 羡慕地欣赏着她们的背影 宋明佑内心的得意 更是达到了巅峰 她以为她 依旧置身于幸福的甜蜜惯礼 殊不知 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孕育着 最后的绝杀 站在百层高的明氏大厦顶楼 明女士手执一杯咖啡清品漫长 遥看万家灯火 道 天欲其亡 毕令其狂 妈妈 我明白的 我道 明女士很满意我的志趣 明女士是一位母亲 更是一位商人 她带领明氏财团走到今天 在商业领域内拥有不可撼动的权威 靠的是胆识魄力和铁蟹手腕 比起迟来十八年的母爱 我更稀迹从她身上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将会使我受益终生 明宋两家小公主的成人礼万众瞩目 作为主角的宋明佑一大早就开始起来忙活 从化妆到做造型 几十人随时左右 她的小姐妹们围绕在她身边 看到她身上闪闪发光的礼裙 挖一声P 明佑 这可是B 二家的典藏版 市面上早就绝技了 许多国际超一线女星都求不来的 居然穿在了你的身上 宋明佑摸了摸柔软丝滑的面料 眼底闪过一丝得意 面上仍装作风轻云淡的模样 敏唇淡笑道 我也不知道 这些东西全都是妈妈为我准备的 此话一出 立即引起了众人热烈的讨论 这也太幸福了吧 真羡慕你有一个那么厉害的妈妈 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周边一片艳羡的惊叹 有羡慕宫雷的 自然也有说风凉话的 宋明佑沉浸在他们的阿谀奉承中 快要迷失自我时 一道悠悠的声音突兀的插了进来 道 可我怎么听说明月庄园里 还住进了你爸的另外一个孩子 并且明总裁对他还不赖的样子 不是听说 而是事实 这件事早就在圈内传开了 少有人能克制住八卦的好奇心 更何况 这件事诡异的超出正常人的认知 人今儿都能嗅到其中的猫腻 想要一探究竟 宋明佑强迫自己 无视他们眼底的细血 苍白的笑着 那是因为我妈妈是个善良人 善良 善良到可以将自己丈夫的私生女接回家 好吃好喝的伺候着吗 我躲在暗处默默的注视着宋明佑 唇边勾起一抹击笑 内心阴暗的期待着 她今间绝望崩溃的样子 宴会正式开始 头戴皇冠的宋明佑 披着裙摆 在众人的注目里中 优雅的走上舞台 立在宋景明和明女士中间 此次生日宴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一家三口一起切蛋糕 宋明佑在宋景明的帮助下 拿起长刀 就要切实 明女士按住了她的手 等一下 宋明佑愣住 疑惑抬头 妈妈 明女士不理她 面向大众 微笑宣布 今天 是我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与先生宋景明决定 将各自公司名下的10%的股份赠予她 话落 明女士拍拍手 守候已久的律师团队立即端着放有文件的托盘上吸 每个托盘里都放一支笔 此将文件翻到了最后一页 万事俱备 只带签字 惊起来的猝不及防 宋明佑眼睛热了 感动地看着明女士和宋景明 后者鼓励性地拍了拍她的肩 示意她接受 这是我和你妈共同的决定 听言 宋明佑放下心来 看也不看就全部签了字 而后 总律师将所有文件合成一并交给明女士 她翻阅一遍 确定签字没有遗漏后 递回给总律师 很好 辛苦你去做一下公证 谢谢妈妈 宋明佑眼底愉悦的笑意愈发浓郁 抬眸甜甜一笑 不用谢 明女士道 我还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呢 紧接着她面色墨地肃然 走到台前抢过思议的话棚 冷明道 现在 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见明女士如此郑重 宋明佑心底被唤起更深的期待 却听她下一秒道 我精心抚育18年的女儿宋明佑 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这一句话如同霹雳落下 将在场所有人都批得不清 我说这宋明佑怎么长得和明总裁不像了 原来是假货 那明总裁的亲生女儿是谁呢 前段时间明总裁带回去一个年轻女孩 会不会是她呢 明总裁家大业大 生产时肯定有许多人防护 孩子怎么会报错呢 依我猜测 最有作案动机的人就是宋董事长 台下的人交头接耳 将真相猜得八九不离十 他们羡慕追捧的目光全都变成了笔意嘲弄 宋明佑受不了这样的落差 望着蜜蜜喳喳的人群 不免感到头晕目眩 笑 下亮呛 几乎站立不稳 而平常以好爸爸著称的宋景明 这一次也没有及时发现她的异常 因为她的人群议论的主题 从抱错孩子扯到她身上时慌了 板着脸上前呵斥明女士 你在胡说什么 明佑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 怎么会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说着 就要抢过她的话筒 命令保镖强行架走她 可这场宴会乃是明女士一手操办 上道主持人下道适应声 都是她的人 在宋景明伸手的那一刹那 便有保镖上前 抓住她的双手使劲往后一掰 啊 只听咔嚓一声 宋景明的两条手臂骨头错位 无力地垂了下去 解决掉这个爱事的家伙后 明女士扫链眼惊呆的众人 扯回正题大家猜得没错 我的亲生女儿正是那天我带回来的那个女孩 说到这里 明女士灵力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 向我招了招手 又宁 你毕竟是明宋两家未来的主人 上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一眼起身 瞬间成为人群的焦点 处在浑浑噩噩噩状态中的宋明优方才惊醒 崩溃的尖叫 她不是 她不是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妈妈 说着 面目猙獰的朝我冲了过来 伸出两只手 呃狠狠地推向我 彼时我正位于舞台边缘 距离壁面三米高 若是被她推下去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幸好我早有准备 抓住裙摆两端 灵活地往旁边一闪 又宁 没事吧 与此同时 明女士已经赶到了我身边 把我拉进怀里上下打量 我闪得快 没有事 可宋明优就没那么幸运了 扑空的她一时没杀住车 身体惯性前轻 咚一声 脑不着地 不知道哪里受伤了 她口吐白沫 蜷缩在地上静起来 还伴随着手脚强烈的抖动 明优 急匆匆赶来的讲文 恰好看到这一幕 内心慌了一批 但怕给宋明优造成二次伤害 不敢擅自磨动她 想叫救护车 她又猛然想起自己没有手机 这次生日宴 聚集了不少个行个夜的大佬 怕有不轨之人溜进会场 除了特邀嘉宾外 其他人都会被要求临时收走手机 否则不予进入 于是 蒋文只能低声下气地向周围人求助 叫救护车呀 你们快帮忙叫救护车 可惜 旁人看到她扑过来 全都躲瘟疫一般躲开了 眼看着宋明优的情况越发严重 蒋文终于意识到没有明女士 首肯没人会帮她 扑通 她重重地跪了下去 明总裁 冤有头债有主 当年被患时明优也只是刚刚出生而已 无知者无罪 求您看在这十八年的母女情分上 救救她吧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蒋文一边磕头 一边求情 旁人见了都要道一声 好一个赶天动地的母女情 可就是他们之间身后的母女情谊 害得我和明女士前世死不瞑目 蒋文磕得头破血流 明女士都没有出生 直到宋明优的气息越来越微弱 她才冷悠悠地道 你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给我磕头 是想献我于不义吗 此话一出 头就要磕到地上的蒋文猛地僵住 抬起一张血痕遍布的脸 急忙摇头否认 我不敢 明女士不动声色地冷吃一声 招了招手 命令驻守酒店的医护团队对宋明优实施急救 见宋明优被人抬走 蒋文悬起的心落回了实处 浑身虚软地瘫坐在地 现在 该来处理我们之间的恩怨了 我从明女士怀中出来 走到蒋文面前蹲下身 目光阴寒地审视着她 管家很有眼色 在蒋文磕头求情的时候 就有序去散了宾客 蒋文环顾空空荡荡的艳听 心生胆寒 手脚并用朝后退去 颤声道 宋幼宁 我好歹一把屎一把尿拉着你长大 你不知感恩也就算了还 感恩 我没想到 蒋文是到如今还能厚颜无耻的以恩人的身份自居 我是该感恩你出生时将我替换 让我莫名其妙变成私生女 遭人耻笑 亦或是感恩你与宋锦明联手蒙骗我妈 利用她对宋明忧的信任 让宋明忧在她的吃屎里下毒 直到她器官衰竭而亡 宋锦明不爱蒋文 更不爱宋明忧 但作为一个利欲熏心的商人 她贪图明家富可敌国的财富 所以 在蒋文费尽心机爬上她床的那刻 便萌生出了这个想法 偷龙转奉 借机吞噬明家的财产 承诺事后给蒋文一笔丰厚的报酬 蒋文爬床本就是为了钱 利益当钱 自己的孩子又能同时拥有宋明两家大 小姐的身份 何乐而不为呢 刚刚联姻的时候 明女士和宋锦明的确有过一段浓情溺义的时光 所以她才会轻易地着了她的道 秋后算账 蒋文怕受牵连 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宋锦明身上 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幼宁 我纵有万般不适 好歹也平安将你养大了 你不知道 当初宋先生把你换给我后 勒令我找机会让你意外死 要不是我心软了 强词夺理 我震惊于她的死皮赖脸 懒得和她废话 抄起一个红酒瓶毫不犹豫地砸在她头上 有什么话和警察说去吧 宋明悠从医院醒来后 听说了蒋文被警察带走的事 她默不关心 只一心求得明女士原谅 妈 这一切都是爸爸和蒋文在背后策划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这是什么 看着跪在自己脚边悔恨痛哭的宋明悠 明女士无动于衷 将一个文件夹丢在了地上 宋明悠颤颤起 宋明悠百口莫辩 只有眼泪不要前世的不断地往下流 妈 难道我们过往18年的情分就不做数了吗 你 你忘了吗 你说过我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的 除了没有血脉千半外 我们之间差了什么 管家 送客 真假千金之事一出 明氏财团迎来了少有的动荡 明女士忙着安稳公司 才没有时间在这里和她回忆母女情深 宋明悠像三家之犬一样 被丢在了远离庄园的大马路上 可她仍不死心 妈妈是爱我的 否则她怎么会同意 转赠10%的股份给我呢 我看着她自欺欺人的模样 心底重重冷笑 残酷的在往她身上撒一百言 你真以为那是股权转让书 你什么意思 宋明悠愣住 那是自愿放弃财产继承声明书 我道 妈妈说过 要将这18年来我缺失的东西全都为我讨回来 自然是不可能让你分财产的 所以 她便迷惑你签订了财产放弃声明 自愿将名下股权和房产地铺转让 宋明悠不愿接受这个真相 身体打晃 最后绝望的跌坐在地 现在的她 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宋景明行事不像明女士那样光明磊落 在商场上得罪了很多人 其中一个人 被她摆了一道最后倾家荡产身负俱债 自己走投无路了 便想着绑架她的女儿来换取赎金 前是 那个绑匪得知宋景明还我这四生女 为了万无一失 顺道将我绑架了 她也想让宋景明体会一番失去至亲的痛 所以故意出了二选一的难题 可今生她绑架对象 却换成了宋景明和宋明忧 那个绑匪应该是四处躲避 消息闭塞 勒索电话打过来是这样说的 明总裁 你老公和女儿都在我手上 要想他们活命 一人五个亿的假 明天下午三点 殷怀坡 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严毙 动作利索地挂断了电话 我和明女士对视一眼 带我们反应过来 皆是捅父大笑 那绑匪傻了巴基的 居然想用两个出局的弃子 骗取明女士十个亿 真是一响天开 由于明女士没有暗示赴约 绑匪很生气 在第二天下午四点 匿名发送过来一个视频 视频中开头 是在一个地势陡峭的悬崖上 就像我前世经历的那般 依宋景明和宋明忧一遍一个 被吊在树两端 两个小弟手持一把小刀 对准绳索 只要轻轻一割 他们两人便会坠落万丈深渊 尸骨无存 宋景明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 临危不乱 冷静谈条件 放我走 你想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不信 你宋景明就是一只阴险狡诈的狐狸 立马叫你老婆给我们打钱 绑匪的声音应该是特殊处理过 说话时戴上一种不真实感 他戴着鬼脸面具 给人很强的压迫感 说着 他狠狠地踹了一脚绳索 顿时 被挂在半空中的宋景明 剧烈地晃荡起来 没人知道 在商场上大刀阔斧的宋景明 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恐高 若说他刚才还能死装一下 现在就真的是见悬头上 不得不低头 我说 我说 我立马说 文言 绑匪拉直了绳索 将手机镜头对准他 宋景明白着脸 喘着粗气 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道 明君威 你救我 无论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救 为什么要救呢 只要宋景明一死 宋氏集团不就是明女士的囊中之物吗 就算有其他宋家人跳出来阻止 掌权人生死的消息放出去 宋氏集团绝对动荡 趁着群龙无首之际 联合其他家族瓜分宋氏 那是绰绰有余的事 事实上 明女士也这么做了 她命令自己公司安全部的员工 按照绑匪发来勒索视频的IP 给她回敬一个绑匪家人 因不堪催债重负跳楼的监控 惹得绑匪发疯 乱刀砍死了宋景明 当然 明女士也没有见死不救 在视频发送过去的时候就报警了 只是搜救需要时间 等警察到的时候 宋景明早已千疮百孔 流血过多而亡 宋明又侥幸捡回一命 但还是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绑匪打断了一条腿 被送到医院急救 催缴医药费的电话 打到明女士这里 明女士本着人道主义 为她支付了前期的治疗费用 和后期的康复费 随后一纸声明断绝了与她的关系 不明就里的网友哗然 成人里在场的媒体记者们 闻风而动 热心地为网友们打以解惑 须于 警号豪门乱象 明宋两家小公主 被偷龙转凤警号的词条 爬上热搜 连续三天三夜 热度居高不下 网友们纷纷 爬到明氏财团的官博下 流言吃瓜 明女士顺势召开记者会 在媒体狂轰乱炸的提问中 捡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回答 最后强调 不管是明家还是宋家 从此以后都只有一个继承人 那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宋又宁 明女士用宋锦明的死 与真假千金两件事为我造势 让我高调回归 彼时 我正在探监讲文 将这段采访播放给她看 笑 看见了吗 你颠倒了我的人生 以为可以将宋明忧 这只阴沟里的老鼠变成金鸡 可她终究沦为我涅槃的踏脚石 随后 我打开宋明忧最近的视频 匪徒下手过重 宋明忧腿部肌肉坏死 不得已截肢 视频中的她接受无能 不断地捶打着自己的断肢 疯狂嘶吼 形容狼狈 哎呦呦 是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对不起你 讲文看后 也疯了 不断撕扯自己的头发 用头撞击玻璃 直至头破血流 仿佛这样自残 就可以消减宋明忧的痛苦一般 可惜 无济于事 上辈子 我变成活死人 瘫在床上 女士长期服用慢性毒药 最后器官衰竭而亡 这辈子 宋明忧失去一切光缓 截掉一条腿 讲文算计成空 锒铛入狱 悔恨终生 看似没有屏障 可有时候 精神折磨才是最残酷的 他们将拖着残躯 贫穷而痛苦地度过余生 探视时间道 我放下听筒 面无表情地走出了接听室 讲文悔痛的嘶吼奸笑 全部都挡在了一扇玻璃外 就像我曾经所经历的悲苦 都随着我的转身 被隔绝在了前世 全文完